第一个我以前是在老田门跟来聊 那iOS 18已经可以更新了 我建议你们去更新 它是正式的版本 那这个我建议你们第一个 就是先更改它这个页面 它可以选亮的或深色的这个图示 图标 那你就是随便点取一个图标 然后点选它这边有一个这个编辑主画面 你就点下去 然后它是不是大家都在这种震动的时候 上面是有一个编辑 那你就点这个编辑 编辑里面会有一个这个自定 那你就点自定 那你就会发现了 它下方其实多了一个浅色深色自动跟不同色调 意思就是说你现在可以去调整你这个图标的颜色 那我是建议你们可以选深色的 深色的蛮酷的 那有时候我们不喜欢上面有写字 那你们可以再把这边有一个小跟大的地方 你把它打大 就是变成大的图标 那现在你的这个手机上的这个图标就会很漂亮 那当然啦 你还有很多可以去设定的 比如说开始的那个时间 跟一些小的图示 但是我是建议说像我们在用 我没有用那么多复杂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先改图标开始 所以这个图标看起来就是会比较漂亮 然后另外就是说这个手表也可以更新 手表是iOS 11 那iOS 11的这个Apple Watch的话 我记得它是可以有铃声的 就是讯息跟什么都会有不同的铃声 那我建议你们也可以去更新 好今天这一集只是快速的跟各位讲说 iOS 18已经可以去更新了 那我觉得最好看的地方就是这个图标 就是会变成可以自己选颜色 那其实它里面还有一个是可以不同的色调 就是你的图标也可以去选不同的颜色 你们可以再去玩 好那今天这一集就是快速的跟各位讲说 可以赶快去下载正式的版本了 好